英國時間晚上九點半, 香港時間清晨四點半, 歡迎各位收看這一節節目 下一節應該香港時間早上八點左右, 講廣州TEDX都被人BANG 習近平已經是瘋狂的, 已經瘋到無可再瘋, 已經瘋到總製全瘋的級別 但這一宗既政治有法律, 這個對日後特區護照, 其他國家的簽證, 或者美國簽證的前度都有一定的啓示 美國就突然宣佈再度收緊針對匈牙利護照的ETA安排 現在其實不是什麼匈牙的人都可以entitled to visa waiver program 現在如果不是匈牙利出生的那些, 基本上就不可以visa waiver program 已經不行了 但是現在就在進一步守緊, 就是所有匈牙利護照的 visa waiver program 之下, 就算你是匈牙利出生也好 你的 visa waiver program 擁有那個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有效期只有一年, 而且一年只可以exercise一次 這個收得很緊, 這個真的是近乎, 要你大部份匈牙的人, 走去我簽證, 都沒有分別的 就是你多一兩次去美國旅行, 如果你要經常去美國經商那些就很麻煩 肯定, 肯定就是為什麼你就寧願拿回 你就會變成像有時英國護照, 你是印尼啊, 馬來亞啊, 新加坡出生 有以背景的人, 或者比如中東背景的人, 通常, 巴基斯坦 通常都會, 就算英國公民都會拿回簽證的, 美國 因為現在美國可以在 ETA 那裏阻礙你, 不讓你 它亦都可以在你入境那時, 因為你用得 visa waiver program 就算你居英權計劃那些, 一定可以 visa waiver program 啊, British Citizen 基本上如果你 visa waiver program 你就放棄了一個上訴權利 你在美國Border Refuse to Entry, 你是無情講 你是無得爭辯的, 你找那個 C 都沒用 因為你自己, 你加入這個 plan 那時 就是你按那個 ETA 那時已經放棄了那個權利 美國都很聰明的, 即是你不是你自己 exercise 的時候已經放棄了 你是按了那個下就已經沒有了 所以其實, 很多, 你戴空牙的護照就變成懲罰到 接近以前 British Passport 的情況 甚至再壞一點 因為 British Passport 只有兩年有效 但問題就是, 空牙是一年而已 你想一下, 一年還不可以 multiple entry 屌屌你 你想一下, 那個很可觀 很可觀 但是你無緣無故就等於變相, 加了 double 簽證費 因為你一個 electronic authorization 你五個兩年 ETA 缺份的錢 就等於十年簽證的費用 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美國的 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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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 你不是經常去美國就很方便 但如果你經常去美國的那些 尤其是你有PTSA status 我就勸你拿回簽證好些 即是你可以拿一個PTSA status 你有 visa, 你有PTSA status 你過關快過人的嘛 而且你計算的錢差不多 你何必這樣 要不要挽救自己的何必 即是, 英國的國家是可以申請PTSA的 如果你住在英國本土 你經常出入美國, 沒問題的 你就去 Home Office 申請 Home Office 有幫你 可以幫你做 Home Office 你拿到PTSA clearance之後 不知道叫做 Global Entry 你有了 Global Entry 的Karen 你過關快很多 快過人家 那是你英國公民護照的優勢 但我懷疑遲下BNO都可能有 如果遲下BNO 即是英國免簽的話 平權的話 我猜都會有 都會有這個 status 因為現在最惡是Bermuda的BOTC Bermuda的BOTC 就連ETA都不用 碰走碰過 因為那是美國當自己的 總之它是西半球 一帶的國家 加比海那些 它不給面子簽的 很惡的 所以你說 為何有些英國人 天花白雞上那本Bermuda的BOTC 美國人另眼相看 看見你Bermuda 就當自己有 英國本屋那本BOTC 都差一點 但這個 匈牙的這個 就非常之濕制 但為何會這樣玩 有政治 也有 immigration 發的原因 就是因為奧爾班 那些傢伙 會不夠這樣發 匈牙利公民新聞 其實都不止 其實 匈牙利和 烏克蘭的衝突 是一個很重要的倒過線 其實 為何這樣說呢 大家都知道 匈牙利和 烏克蘭之間有衝突 因為烏克蘭有一個地區 以前我空低過 歐空低過 匈牙利 那一直以來 你知道奧爾班 他是賣什麼 他是賣 大匈牙利主義的 因為也是很多歐盟國家 很不妥協的 他這個人 2018年的蝦王多一點 對 匈牙 對 烏克蘭的 匈牙利人 匈牙利人 發出 匈牙利護照 這件事真的 很暴露 這件事 去到 有些 匈牙利裔 那些 烏克蘭人 其實這個造成了很多問題 有些匈牙利裔 匈牙利裔 那些烏克蘭人 有些是怎樣逃過兵 就是奧爾班的隱形 之前已經講過領事 其實 有些人偷偷 越過了歐盟邊界 他有得來 他總之是凶牙利裔 那些人 睜開眼睛 因為他最主要是要 歐克蘭人的那邊 那邊的環境 那條仆街 可以夠膽 就是 我發凶牙利護照給你 他升了2020年 已經結束了那個計劃 總之你是海外匈牙利裔 我都可以那本 那本匈牙利護照出來 總之你證明是匈牙利血統就可以了 但是 你這樣玩呢 Protokist 和Spanish的政府 都有玩這些 就是因為血統 而給你 國籍 但是就不是匈牙利那種玩法 匈牙利那種玩法 就要入侵別人的國家之嚴 就是你現在明白 為什麼奧爾班 他某程度上 在烏克蘭問題上面 和普京的一致 不是錢的問題那麼簡單 奧爾班那樣 就是 如果 俄國佔領匈牙利 整個烏克蘭的話 他有得分回 匈牙利那一塊 就是他的思維仍然停留 在二次大戰之前 波蘭 波蘭那時候有份 跟納粹德國 瓜分捷克的嘛 他拿回捷克裡面 那些波蘭人佔優的地區 這樣 就是這些屌顏性的事情 就是 奧爾班仍然是這種思維 但是人家很難接受 這是第一 這是法律上 政治上就是 因為匈牙利 是在 納粹德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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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奧爾班 你又不知道 玩什麼 這些玩笑 現在美國就沒有什麼耐性了 你玩笑嘛 OK 你又玩笑嘛 我就搞一個你的 Resaverable 而且歐盟也沒有聲音 歐盟也不會說 因為你自己愛 但是你可以阻止地球 這樣 這樣 你奧爾班條有好可疑 現在很多行為 所以現在你說 匈牙利護照 ETA仇恨 如果匈牙利護照的持有的人 被取消美國免簽待遇 不出席 我想如果匈牙利護照的人 被取消美國免簽待遇 奧爾班會輸票的 他在很多地方支持 即是他在 在貝達佩斯那裡之前 他本來已經弱了 佩斯那些上層社會那些 一定吵架他 吵架 我要去美國做生意 我要去 去美國做很多事情 不行 那別人就是吵架聲 是不是 這是一個問題 再加上奧爾班又犯了 即是他又收了水 有些罪犯都可以 給他那些護照 即是有些罪犯 有些是罪犯 亂救龍的 你都可以給兇牙利護照 大哥 美國人吵架你 美國吵架你 美國吵架你很合理的 說真的 因為美國的Visa Vail Program 後面有一個 估計 這個估計 就是一定要你 要你兇牙利護照 即是你一定要 安全性 要做得到 那我呀 你不會合格 說真的 大哥 你什麼人都可以 放這本 兇牙護照 這樣不行 即是就像英國 為什麼他要 譬如BNO 平權 除了是Jibbota 那些 否則 其實大部分 都是要有good character requirement 當然英國自己都怕罪犯 但另一方面 美國有要求 美國有要求給他的 其實 即是當然我想 之後BNO 平權 Session 5 那隻 就未必要有good character requirement 但見到美國 就會自己 要求英國通機 即是Jibbota 全部都是 英國和美國 會通Jibbota Passport 那些Holder 那些 知道的 即是如果你是因為 你可能ETA 如果你有問題 譬如你本身你是 過不了Session 4B 那個要求入籍的 你只能用Session 5 入籍的 是為什麼ETA一按 你按不到 你按不到ETA 要自己去美國的事本申請簽證 這樣做 資料不多 他就無所謂可以這樣做 但如果資料多的話就不行 其實 為什麼不是所有 EU國家都可以免簽給他呢 有一個原因 是歷史原因 很多EU member state 特別是牙矛那些 很多他有血統主義國籍 發在那裏 那裏會製造很多問題 血統主義國籍化 即是 南歐或者東歐都有這個問題 荷蘭少一點的問題 就是荷蘭 因為很多歐洲國家 譬如你說 普通牙 或者西班牙 都有血統國籍化 荷蘭也有荷蘭 荷蘭就用一個 叫Otti Otti入籍 即是你有荷蘭血統 你回來荷蘭住一個年 你就可以拿回你的國籍 這樣 Otti Otti 就是Dutch 因為Dutch 有些歐洲國家 是靠派護照去維持 他的國籍影響的 譬如Spanish 或者Portokese 都是這個情況 美國對這種 這樣做 即是如果你的國家政府 是有把關的 還好 哇 有些國家 現在擴大爆的 真是很擔心的 那個真的會變牛洞 真的 因為 這些血統的美國 我都不知道 是真的還是牛 嗯 因為 譬如西班牙區 就不是說西班牙血統 一定有西班牙國 在西班牙區 限制 是那些 某些 跟西班牙關係密切的國家 那些國民才可以 antitle 優惠 例如飛入賓 飛入賓 飛入賓 人們在西班牙住 一段時間 是比較短的 他們要我 西班牙護照 是比 嗯 一般 其他國家的人容易的 飛入賓 飛入賓 或者那些南美的前 飛入賓 那些西班牙殖民地 那些 那些 有些他有個 收窄條件 或者 好像 葡萄牙 那些 澳門那個 那個 又 又 那個 藤本 民事紀錄的藤本 民事紀錄的藤本 之後 又跟他識別證 公民視訊證 就是ID卡 公民視訊證 才是Passport 那樣 大佬跟他玩幾個陣 而且 也不是說 你 浦國任何人 你都可以 將國籍世代相傳 就是澳門 澳門是受制於 澳門章程的規定 不是每個人都 因為你澳門出生 就自然 就是一個Portuguese citizen 又不是 或者你是 例如東帝民 東帝民是一個特殊情況 美國可以理解 因為東帝民是被人侵略的 那沒得說 你被印尾侵略的 那些人 是變相Portuguese citizen 那我不派Portuguese passports 都不行 就好像香港的BNO 就好像 這個 變相Portuguese citizen 而且那個是 葡萄牙要負責的 因為葡萄牙 那時候 你放下東帝民 不故而去 那我記者要 就是找所 你為什麼BNO 一定要平權 很簡單 英國人 你搞不定 《中英聯合聲明》 那你要抓索 這些美國人可以理解 但是有些國家 那些CORRUPT的程度 真的是 CORRUPT到哭 有些國家真的CORRUPT到哭 我不是跟你說 CORRUPT到不得了 有些 所以 好像奧爾班 這個 所以為什麼歐盟 不是所有Member State 都是美國面簽呢 EU一直都有意見 對這件事 但是我又可以理解 美國人怎麼想 因為有些國家的派國籍方式 真的是很離譜 匈牙利是表表姐 所以匈牙利 老實說 這次就怎樣 順便懲罰奧爾班 出師有名 那你看奧爾班怎樣 奧爾班這位是很麻煩的 他是很困難 但是很麻煩 很貪 那樣 好了 你跟著 如果從這裡 就是由美國這些 免簽 你可以看到BNO日後 BNO日後 美國免簽 我看會的 平權之後 會美國免簽 你可能 固然本BC 可能免簽 但是本BNO本身也免簽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很難 不是這個 subject 是很多 你明白嗎 是派到 大鴻 人數是只有這麼多 這個 對美國來說 很有保障 這件事 為什麼美國以前 派給香港那些人 那些 美國資料一般十年 很簡單 第一 香港人有錢 第二 香港人很少overstate 第三 那些人是只有這麼多 香港人就是只有這麼多 是只有這麼多 因為你只有這麼多 你的底 大佬 全都現出來 那個沒有什麼大所 這個底 所以你說 如果BNO 如果那個平權 如果不是太濫 就是 局限於舊BDTC 香港 為本的範圍 OK 就是以前的CUKC 那些 那個範圍 還有那些人是下一代的話 就不會太 應該 就算給BNO 都免簽Visa VISA Program 一起做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個系統是ready的 其實 變成 譬如說 Jabota那些BOTC 現在它做不到Visa VISA Program 它一定要我本BC做Visa VISA Program 以後都可以 憑BOTC做Visa VISA Program 如果容易一些 其實美國的系統一直ready 它是等英國國籍法 可能再進一步改革 它就可以做事 那個問題不是很大 technically不是很大 而且美國也都樂見 因為 你記住 那些人說美國都賺錢 不是的 你放一個領事在那裡 那些work hour 那些 不是 不是美國想要的東西 其實 你放一個領事在那裡 其實 為什麼會有Visa VISA Program 很簡單 它要save the money 你要派一個外交官 你記住 美國那些外交官請的價錢 是高過歐洲 那些國家的話 其實是貴的 它建議是貴的 它的工資 因為它稅重 所以 你說美國會不會很喜歡 國務院 我國務院有budget 我當然是屌 我當然不會 不會放在這些簽證上面 這些budget的support 是應該給Home-end security 的嘛 這些本來應該是Home-end security 的head count 你計入那個state department的head count 大家 喂 不適合的 那你對Home-end security來說 Home-end security 又 覺得很煩這些東西 那當然 但是你說SAR會怎樣 你看到奧爾班 聯合派 已經大幅收了 ETA 香港特區會是聯派的 現在 如果日後 美國 對 不是香港出生的 特區護照持有的人 作出簽證收緊 不奇怪 它可能是這樣的 你香港出生的 容易 跟著 因為你仍然要簽證的 SAR Passport 它會看你的父母 如果你父母是舊香港人 譬如BNO 那些 日後BNO 譬如我BNO 或者我BC 那些就以後 那些都是免簽的 那些簽證的 那些簽證的 那可能你十年來的 但是如果你說 那些 你說 那些雙飛 如果他在香港出生 但是你父母根本不是香港人 雙飛 但是他可能只有幾個月簽證 甚至不批你簽證還行嗎 這樣啊 因為你亂批嘛 如果你不是香港出生的 那些就不用說了 你簽證得一年貨仔 或者更短時間 那些是好合理的 這是美國的Policy 美國的Policy 原則很清楚 你看一下你奧爾班 你看一下 空牙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香港的情況 比香港的情況 比空牙更糟 更糟 的時候 你想想一下 有什麼下場 SAR Passport 所以我一直都這麼說 我說 BNO一平權 那些人呢 那些人都走光了 還有BNO可以傳到下一代之後 美國就要刪SAR Passport門 甚至你說其他國家都會開始刪 總之 你一解決了BNO全國下一代的問題 現在就開始刪門 你看那些 那些未免18歲 就是97年前 未免18歲 沒有拿BNO那些 那些 那些因為父母昂糕 沒有拿BNO那些 一解決了這些問題 就閉嘴了 閉嘴了 因為 美國沒有必要去 怎樣 給你特區護照 不停 玩BNO 你由奧爾班 看到特區護照 將會在什麼下場 就是你可能 五年後 或者十年後 就是 如果中國共產黨還在 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在的話 那 戒時幾個世界 但是戒時呢 我想 如果香港歸英的話 英國國籍法可能 1997年之後 才來那些 新移民 那些 新中國移民 那些 國籍 很可能不給他們 不知道你什麼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香港 是不是中國政府 這麼放水 在這個情況下 英國不給國籍 很合理 可能要求 他們離開 有什麼出奇 都不出奇 好了 這一集就講到這裡了 下一集就講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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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被禁 沒拉的 魔國我都要先